那佛有 这个地方有一句话 方便究竟 这一句话了不起 方便是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你把这六个字牢牢的抓住 支住 支住他 所以 尽宗持名念佛叫 支持名号 支就是支住 你看 不支住别的了 把其他的支住全放下 就把这个支住换过来 这叫究竟方便 这个方便 你要是遇到贪货容易 许许多多 小陈 菩萨 遇到了不相信 这叫男性之法 二臣菩萨不相信 我们这些凡夫相信 这奇怪呀 这说起来了 那我们比二臣菩萨高明多了 这是什么缘故 这一生当中遇到法门 能信能解 还真肯干 这不是这一生的事情 过去 过去生中 生生生世世 无量节来 你已经中了善根 你阿雷也有善根 你没有善根 你不可能 遇到你会相信 如果善根 佛的因缘 统统居足了 够得上这个条件 这一生 决定 那还不够呢 不够就差一点 差一点有办法 你在这一生当中 如果真的相信 真能够理解 勇猛精进 把你不足的 那个善根 佛的补上 我们这生 能做得到啊 真想补的时候 很快呀 如果懈怠懒散 那就没法子了 那你这一生 没法子补足 怎么样呢 还得去搞六道轮回 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 再继续干 像这样的事情 过去生生世世 我们都不知道 干了多少遍了 这是事实啊 我们过去生中 无量节来 不知道干了多少遍了 这一生又遇到了 那过去生中 这些善根 获得有其先行 这一生明白了 决定 下定决心 我在这一生 要成就 要下定这个决心 一切法 从心向神 你真有这个决心 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 有这样的决心 那你一定要觉悟 你把这个事件 事与人也放下 你真正要明了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这一句话 真实的意思是什么 不要说是我们人间 这一生 六道 受罚戒 都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都不值得放在心上 应当方向 毫无留念 你的障碍就没有了 如果有一丝毫放不下 还有牵挂 这个在凡夫来讲 最重的 情指 这是迷惑 这个东西能放下了 那其他的一句就容易了 明文立 五欲六成 一定要知道 那些东西叫 祸害 情指 不是好事情 你要看穿了之后 那叫虐云 他障碍你 障碍你 正苦 障碍你开悟 障碍你念佛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难道父母亲事都不要了吗 好像这一日 冷场又违背了 是真的 如何能做到两全其美呢 你能把情缘 转变成法缘 把家亲眷属 转变成法日 同餐道友 同身极乐国 那多好呢 在这一生当中 使再生的情缘 死了一盒分数 还能在一起吗 不能了 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真理 永远在一起了 无论你到哪一道去硬化 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他需要帮忙去 你就跟他一道去了 去当他的祖手 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我们这个世间 称呼 你看那个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过去世当中 滕山道友啊 都来了 还有 还有在家的这些 过往大臣 互发居士 全是过去的 发卷书啊 所以帮助众生 教化众生 采用那么样的顺利 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做一个转变 就成功了 感谢观看